这就是家 上面用棉 它的外部像无字的形状 表示与是家有关 中间的部分像始形 始祭珠 可避风雨 时能果腹的地方 这就是家 但把它翻译成任何一门语言 这个故事 这个感觉就消失了 汉字区别有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美 我觉得学习中文就是 一道光照亮我人生的希望 就有中国人给我说 你可能上辈子是中国人 如果是个中国人的话 上辈子 那应该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 学书法呀 学国画 学山子 学汉服 那些东西 我都会 我非常想学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纵拍 联合国中文日青年文化使者 魏武侠 林一芬 张俊卓 柯尔阳思 我是碧玲 光杰 丁尼亚 宋丽亚 还有谁打宋秋月 新年文化使者罗曼 我是斯德建国 马哈尔 我的真文就是白湾 很荣幸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我爱中文 能够学习和说这种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美丽的语言 本身就是一个天赋 大家都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 但在我看来 中文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门语言 我觉得我学习中文最大的困难就是写汉字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口译 要记住每个汉字的写法 刚开始学中文的我看到了表面这个字 我吃惊的都几乎晕过去了 一个一个字 每天都要写十几遍才能记住 这水和天都连到一块了 你说是不是 不错真努力 我觉得这个很 在我看来都很难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使你身心都是好的 对吧 身体是健康的 然后你的道德是完美的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 那还有 其实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叫 玉兔号 玉兔号 对 我们在月球上有这样的车 这个叫月球车 十四四 死十四四 对 可以快点说吗 四四四 十四十 十四四四四四四四十 我也说过好了 进了门 倒背水 合了两罐 应用串 伸手拿起小长笔 唱了一句悠悠串 练完三次 练嘴皮 绕口鳞 练此言 越说越快 越有劲 我没想到那些视频会给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多快乐 真的没想到 认识了很多热情的中国朋友 吃了美味可口的中国美食 也参观了不少的名声估计 就是可以跟中文说话呀 中国很多人啊很有趣的人 站在不同文化的角度出思考问题 感谢清华大学IUP中文中心的老师们 我会努力的 让我们一起传播 我精彩文化 共产生 共成长 共产生 训练你以后去精彩时间 回第一时间 与大家在总台影响节的平台上分享 记得关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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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